很多女生都會說我們男生拍拖很悶 都是逛街看電影吃飯 沒有什麼新意 今天我嘗試一下給女生去計劃今天的行程 現在說得好像我們拍拖一樣 那你會帶我去哪裡? 第一站會選擇大坑 因為我覺得大坑是一個香港的小陸州 一走進來就會有一種chill的感覺 自然地放慢角度 角度 放慢腳步 放慢腳步還是角度 角度 好,帶我吃什麼? 我都決定了一個地方 你喜歡吃什麼都可以 我喜歡吃 你知道我想說什麼 什麼呢? 我喜歡吃茶忌,可以嗎? 好啊 這邊的時候要吃幾次 我喜歡吃幾次 你吃這次是幾次嗎? 有沒有癌? 兩三年前 我曾經在上環吃的茶餐廳 很囂張 可能你兩點去吃的時候 他會告訴你我們沒有飯了 沒有飯了,炒烤炒火吧 其實他幫你作主 當時我經常吃他的叉燒蛋飯 真的覺得好吃 你不明白為什麼很多辣椒 特別好喜歡吃 因為叉燒飯是沒有骨頭的 真的懶 第二就是很少人會說不吃 你要試一間餐廳 它的水準有沒有 就是試它的叉燒蛋飯 我們這一集 這一集 完全是肥仔吃很西華 第二集去哪裡? 飛雪 我不去得這些這麼純粹的地方 他會頭暈 為什麼我會想去 這些地方呢? 這些地方? 什麼地方? 我跟男朋友 或者一些我覺得有可能 白天的男生來 你 好 就是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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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一照一照 看一下他們有什麼內涵 看一下 你要不要看一下 馬上看到他有沒有看書 還有看了什麼書 不知道他是一個什麼人 不正道 這個是一個西灣學特有的自助圖書站 我覺得自己借書 很小時候做的一份工作 我就辭職不做了 裡面其中一個導演 送了一本書給我 是很窩心的 叫做 思考的藝術 首先從來沒有人送過書給我 還有我覺得 你要真的 某程度上 要了解一個人 然後他又真心真的選擇 他不是隨便送給你 應該我是瘋狂送書和送CD給別人的人 為什麼 我會我自己喜歡看書 還有我覺得書令人Value Added的東西 那時候我是第一次收到這本書 令我永遠真的記得了這個導演 不知道我收到我送的書 或者CD的人會不會永遠懷戀我 你有沒有送給我 建議我看一本書 你覺得是有什麼好建議的 閃閃發亮的30歲 可以不 接著他還有一個subtitle就是 從今天起過更好的人質 不歐極光望 即是旅遊不應該是看書 對 其實之前讀過一個course叫 叫做旅行哲學 就有一堂就是 其實如果跟旅遊書的人 基本上你就是跟這個旅行團 那你之前是送什麼書給人 要工作剛剛好就好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時間聽 真的想我送的書 是 remind 到人 剛才想借一本叫做 我忘記了全名 從今天起 什麼開始學習Bunash教育 教小朋友的書 教小朋友是真的一模 很深的學問 真的很深的學問 那就一開始準備都好 要學習的 就是教小朋友這樣 對 那我們一天的約會 最後一站在哪裡 對我來說 一個圓滿的拍拖日 是不可以很害怕的 那你是不是要靠下來 你現在沒有那個感覺 我知道 來吧 公平 我想說你今天這件衣服 很搭這個海 對 我們兩個都很搭 你說人還是衣服 還是什麼 男朋友仔 不走海旁的呢 但是會分手 嚴重到這個地方 溝通是 很重要 現在開始秋涼了 說真的 是挺舒服的 我也挺喜歡 走海旁的 哈哈 不用這麼說 我喜歡走路這件事 其實 是 那這個是 海旁都走完 最關鍵的東西 是吧 奶樓 奶花坎坎 你手是什麼事 怎樣呢 那你覺得我今天 我喜歡的 早上吃東西那裡 你幫我買吧 很喜歡的 而且我本身是一個 很喜歡靜 很喜歡帶書的人 不是 我是喜歡很靜 而且最好那個地方 沒什麼人 我覺得有一天 他真的會變成 陶宇明 對我在深山那裡 淫屍作對 上菊花 什麼菊花 現在也可以上 不知道為什麼 我是有這個 人文很具證 那你現在坐在我旁邊 害不害怕的傷心 有一個人可以 再多一個就不行了 就是我不會有 結婦 我每一次只能應付一個 兩個我就不幸了 開旁我都喜歡的 說真的 但我從小到大 也有這個習慣 但兩個星期沒有走過 我是會 真的會不開心 很心疼 其實男生有什麼事 是特別心疼的嗎 沒有啊 你都摸到我的手 有沒有按摩方頭 不是啊 你不要那麼膚淺啊 如果我對著你我已經心疼了 我真的沒有什麼特別好 小鹿亂撞的moment 撞到已經 直撞到已經 直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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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再撞了 走了這裡都撞到厭了 這樣 找個別的地方撞一下 如果心疼的位置 可能你會叫我 喂 看車 不然不再撞他出去 終於不是想你死 你為什麼會叫你看車 是因為他真的在關注你 看著你 不是 我想說 主要是因為這條路是不看路的 前面是幾堆狗屎 他都會碰眼 因為我眼就知道有你 這個是 那狗屎和我比較的 你想想 我有樓都不買 我只把你放在眼裡買 對了 這樣就好過用狗屎 你應該看不到街上的樓 誰看得到 我今天什麼都看不到 我今天盲地看得到 對 對 喜歡我們的Facebook page 以及追蹤我們的IG 還有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做齊這三個步驟 就真是適合頻道了